将60克全麦老面放入揉面糕,加入240克高筋粉,今天做两份糕点,将3克酵母和3克盐,分别放在不同角落,加入16克红丝龙粉,今天做中国红风格的,是蛋糕与面包的结合体。 酵素蛋糕柔热的外表下,包裹着短糕的面包体,加入180克纯牛奶和60克蜂蜜,启动揉面功能,慢速揉面2分钟,面团成团后启动中速揉面2分钟。 揉面糕内地图渐变得干净光滑后,转高度揉面2分钟,将3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放进面团牛一起揉面,先将面团分成小块,但将黄油是为了避免搅打过度,依旧是观察揉面糕。 从内地沾满黄油,到内地逐渐光滑干净,最终轻拍面团能发出熟西瓜拍打时的声音,极为完全扩展,将揉面糕放入烤箱,28摄氏度发酵一小时,一发结束后将揉面糕放在揉面机上,滴速两分钟揉面盘去,取出面团,分成两份,每份感觉透温和长边的宽度,表面裤上胡桃干。 一份面团不放白糖,胡桃干可以增加面团的频度和风味,两份面团都是同样的操作方法。 裤上胡桃干后捡起暴露赤姿格,将兔子格冒入烤箱。 开启二发功能,三十五摄氏度发酵半个小时。 期间喷上少许纯净水,浓沫结束后,小口凉香。 预热期间制作蛋糕部分,将100克低筋粉过筛加入盆中,再加入16克红丝绒粉,这个部分是早起才做的,早上起来做这款早餐必须雷厉风行 新手小伙伴建议提前做好每一个步骤的规划,加入150克纯牛奶,打蛋盆中加入60克红丝绒粉,16克鸡蛋的蛋清和蛋黄 蛋黄放入面壶中,蛋清放入打蛋盆,动作要快而准,不能让蛋黄过入蛋盆中,平时多加练习,在忙碌的青春才能顺利完成一款早餐,将蛋黄不够活至五番盆,蛋清打发之硬性反抗 先将少量蛋白霜过入蛋黄壶中,再将剩余蛋白霜全部倒入面壶中,翻拌加切拌手法半语 将蛋糕鸡蛋白霜从20厘米高低到5厘米的壶中,磕震击下吐司盒,震出大气泡 这款上班前必须完成烤制的早餐,制作上一秒钟都不能耽搁 由于一秒钟,可能这顿早餐就吃不成了,灌装完毕后,送你预热好的烤箱 在中下层用上下火180摄氏度烤40分钟,15分钟的时候,用刀在中间滑出口温,控烤结束后立即取出风格,磕震几下震出水气 资料油脂,倒后在料架上料凉即可食用,切成小块即可食用 外层三高绵软的质地下,包裹着坚韧的面包皮 跟它还有辣子的效果 原来此时,您要用银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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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银�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有好吃的,大家一起吃 这是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红的颜色,增加了一份中国风的色彩 大家一起动手做起来吧